欢迎大家收看 今日6度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情绪波动 美国全球生产商寻找中国替代品 特朗普向澳大利亚透露了敏感信息 拜登敦促以色列保护平民 以色列加紧轰炸加杀 克里姆林宫被问及波罗的海管道受损一事 表示对俄罗斯的威胁是不可接受的 请大家收看 阿塞拜疆自重新夺回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以来 与土耳其举行首次联合演习 加拿大环球邮报 阿塞拜疆已开始与土耳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这是自上个月巴库重新夺回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分离地区以来的第一次 演习涉及多达3000名军事人员正在阿塞拜疆各地进行 包括在首都巴库和纳西切万菲地 演习是在卡拉巴赫的解放区举行的 大多数亚美尼亚族人在阿塞拜疆在冲突中获胜后逃离了那里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表示 他们愿意签署和平条约以正式结束冲突 会谈将在德黑兰举行 在印度对新西兰的比赛因雾天而停赛后 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阵民音风潮 英国独立报 农物打断了2023年印度和新西兰之间的国际版球理事会世界杯比赛 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许多梗 当低旋的云层和薄雾笼罩着喜马拉雅邦达拉姆沙拉的HPCA体育场时 比赛暂时中断 印度最终赢得了比赛 但农物给球员和球迷带来了沮丧 HPCA的外场也受到了批评 球员们选择不跳水以避免潜在的受伤 英格兰队队长乔斯·巴特勒此前在对阵孟加拉国的世界杯比赛前称外场为糟糕 部长说 以色列大使对爱尔兰总统的评论没有帮助 英国独立报 爱尔兰企业部长批评以色列大使指责爱尔兰总统提供错误信息的言论 达纳 埃利西说 他对迈克尔·西金斯总统的评论感到沮丧 即以色列违反了国际法 爱尔兰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上不是中立国家 企业部长西蒙·科维尼·Simon Kovani表示 大使的评论没有帮助 西金斯总统的观点反映了爱尔兰许多人的观点 科维尼补充说 没有必要驱逐以色列大使 外交应该继续下去 克里姆林宫被问及波罗的海管道受损一事 表示对俄罗斯的威胁是不可接受的 路透社 克里姆林宫表示 对俄罗斯的任何威胁都是不可接受的 这是在拉托维亚总统暗示 如果俄罗斯被发现 对芬兰和爱沙尼亚之间的天然气管道造成损害 北约应该关闭波罗的海航运时发表的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否认了对损害事件的任何涉语 并质疑拉托维亚对之前事件的反应 芬兰调查人员表示 损害可能是蓄意破坏 但尚未确定是意外还是故意行为 拜登指定了32个州和波多黎各的技术中心 以帮助该行业并创造就业机会 英国独立报 拜登政府将在32个州和波多黎各 指定31个技术中心 以支持这些地区的创新和就业创造 这些中心将从一个5亿美元的基金中获得资助 旨在将科技投资扩大到传统的奥斯汀 波士顿 纽约 旧金山和西雅图之外的地区 这一举措与拜登总统的经济议程相一致 旨在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机会 并创造就业机会 这些技术中心将专注于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 拜登主要演讲 联合国战争最报告 哈尔科夫州毁灭性打击 雅虎 美国总统拜登 10月19日在椭圆形办公室 发表全国讲话 强调支持乌克兰和以色列冲突的重要性 白宫将对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的援助 合并为一个单一援助计划的计划 受到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 奥列克西 丹尼洛夫的赞扬 此外 丹尼洛夫表示 今年冬天 乌克兰的电网将更好地免受 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 在声音之后 自由国民党LMP 精简高效的分工机器 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悉尼先驱晨报 昆士兰州反对党LMP的领导人 大卫 克里萨夫利改变了 他对原住民条约的立场 与反对议会之声的联邦同事保持一致 克里萨夫利的新立场被批评为具有分裂性和政治性 批评者指责他优先考虑选票和迎合党派成员 而不是真正考虑原住民社区的福祉 这一举动在工党内部引起了混乱 一些部长和州长安纳斯塔西亚 帕拉斯乔克表示 未来的条约将需要两党的支持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伯雷尔 支持暂停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半岛电视台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 和赛普·伯雷尔 呼吁暂停以色列哈马斯冲突 以便向加沙地带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 他还呼吁哈马斯停止对以色列的火箭袭击 欧盟目前正在辩论是否支持停火的呼吁 因为加沙出现了人道主义危机的警告 联合国官员警告说 由于水和卫生服务的崩溃 加沙的230万居民处于饥饿的边缘 并面临霍乱和其他疾病的风险 拜登敦促以色列保护平民 以色列加紧轰炸加沙 华尔街日报 以色列加强了在加沙地带的轰炸行动 在过去一天中袭击了300多个目标 这次空袭的目标是 10月7日哈马斯武装分子袭击以色列南部之后 以色列军方呼吁平民离开该地区 并警告说 留下来的人可能被视为哈马斯的盟友 自战斗开始以来 已有140多万人逃离家园 联合国警告说 如果不补充燃料供应 医院和面包店等关键服务 将在几天内停止运作 情绪波动 美国全球生产商寻找中国替代品 路透社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 美国企业正寻求减少对中国的暴险 并将投资转向墨西哥和其他国家 这种远离中国的趋势 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贸易战 并在拜登总统领导下 由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关系的恶化 而进一步加剧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 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 在过去一年中削减或暂停了对中国的投资 而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减少对中国的投资 乌克兰最新消息 克里姆林公强调 俄罗斯不是波罗的海天然气管道损坏的幕后黑手 日经亚洲 俄罗斯军队继续加强攻击 试图控制乌克兰争议地区 阿夫基夫卡镇已成为抵抗的象征 被视为夺回俄罗斯控制的顿涅茨克式的门户 与此同时 一名俄美记者被指控违反俄罗斯外国代理人法 并将其预审拘留延长至12月5日 阿尔苏、库尔玛舍瓦是自由欧洲自由之声电台的记者 目前被关押在喀山的预审拘留中心 共和党寻找新的美国众议院领导人回到原点 雅虎 美国众议院将于周一开始选举新的议长 因为共和党试图解决一场僵局 该僵局阻止了他们解决对以色列、乌克兰和联邦政府的资金需求 该党在右翼强硬派和主流共和党人之间存在分歧 导致前议长凯文、麦卡锡于10月3日被罢免 并阻碍了两位潜在继任者的竞选 领导层的缺失也使国会无法采取行动 延长联邦机构的资金并批准军事援助 研究显示 COVID-19大流行导致了青少年体育活动和屏幕时间的变化 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一份报告 加拿大的青少年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体育活动水平显著下降 而屏幕时间增加 男孩的体育活动水平几乎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但女孩的问题仍然存在 报告建议需要采取措施让女孩更多地参与体育活动 符合每天少于两小时屏幕时间建议的年轻人数量也大幅下降 根据专家的说法改变这些新习惯将需要努力 因为早期的屏幕时间使用预示着以后的屏幕时间使用 安东尼 普拉特是谁 特朗普向澳大利亚透露了敏感信息 英国独立报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否认与澳大利亚亿万富翁安东尼 普拉特分享敏感的核能信息 据称后者随后将其分享给了前澳大利亚总理和其他未经授权的人士 据报道 这些信息包括美国核动力潜艇及其武器的详细情况 据称 普拉特是纸张和包装公司VIC和Pred Industries的主席 他向至少45人透露了这些信息 其中包括10名澳大利亚官员和3名前总理 特朗普对这些指控表示荒谬和虚假 但承认他经常吹嘘美国的军事装备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忠实观察员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要点 在体育界 英超的梦幻英超 FPL经理们被建议在第十周签下一些潜力新星球员 如福登 特里皮尔和阿利松等 同时 印度对新西兰的比赛因雾天而停赛 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民音风潮 在国际关系方面 阿塞拜疆与土耳其举行了 自重新夺回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以来的首次联合演习 而爱尔兰的一名部长批评了以色列大使对爱尔兰总统的评论 认为这样的言论没有帮助 在国际局势方面 克里姆林宫对波罗的海管道受损的指责表示强烈反对 称对俄罗斯的任何威胁都是不可接受的 同时 拜登政府将在32个州和波多黎各指定技术中心 以促进创新和就业 最后 让我们关注乌克兰的局势 乌克兰的抵抗象征阿夫基夫卡镇 成为了俄罗斯控制的顿涅茨克式的门户 与此同时 俄罗斯记者阿尔苏·库尔玛舍瓦 被指控违反外国代理人法 并被关押在喀山的预审拘留中心 以上就是今天的要点新闻 接下来 我期待听到您的想法和观点 请问 您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还不可以通过电邮 订阅各种简报 都可以通过电邮 订阅各种简报